小伙伴 这下大家识破了他的尾巴性 怎么呀难道你们是相互传染的吗 这个戴着面具穿着戏袍的是哪一位呀 原来是魔术大巫琪琪呀 呼呗 呼 av 呼可 呼啦 呼 江果是一个清洁工 清洁工最大的快乐 就是让小镇处处都干干净净 闪闪发光 这一天 江果工作得特别认真 小镇看起来特别的干净 大串 看起来 大家对江国的工作都很满意 江国刚刚睡下 奇妙小镇忽然来了一位专门以清洁工作对的导弹鬼 那就是猛烈的大风 可怜的江国 他的劳动成果就被一场大风暴破坏了 现在的小镇变成了一团糟 江国快来啊 你的朋友都需要你 江国很擅长动脑筋 尤其是动一动就能帮他省力气的脑筋 颜料和刷子本来是粉刷酱的工具 现在江国要用他化化妆 化妆成一个病人 在家里面会发生什么 倩哥 倩哥 谁能让一个病人干活呢 病人就得好好休息 还要受到温柔的照顾 既然姜果病了 朋友们就决定 把她的工作全部给做完 这正好和姜果想的一样 但是 这清洁工 可是很专业的一门技术 大家能干好吗 姜果很不放心呢 大家的工作都很认真 不一会儿 整个小镇又变得干干净净了 说实话 这装病也是很累的 姜果现在就很累 她睡着了 咪咪在给姜果做冷敷的时候 发现她的病有点不对劲啊 这下 大家识破了她的鬼把戏 此时 咪咪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哇 姜果很高兴地看着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 这个假装生病的人决定 现在该康复了 可是 其他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天呐 咪咪的脸上怎么也长满了红点 她得帮着咪咪去做蛋糕 怎么 包包也生病了 包包 金黄哥 得 姜果还得帮着包包修车子 你肯定能猜到 赛魂 当然也病了 自然 也得帮着赛魄送信呢 你肯定能猜到哪儿去吧 帮秀秀浇花去吧 别问 琪琪肯定也病了 怎么呀 难道你们是相互传染的吗 不过江光你别忘了 你可是第一个得这种病的人 不管你将过多么的拼命 你也不能一下子完成所有人的任务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脸上的红点怎么一下子都没了 他们看上去都很好呀 对呀 事情哪会那么简单呢 就这样 江国的朋友们没有从他那里传染到红点子 却从他那儿学到了一个恶作剧 并且把这个恶作剧还给了他 奇妙小镇的居民们 正在为今晚的元宵节做着各式准备 江国在打扫广场 秀秀在挂着花篮 奇妙把所有的装饰品都拿了出来 秘密的工作是要把各种好吃的准备好 包子已经做好了 现在他要开始元宵节的重头戏 当然就是做元宵 赛普依然要去送很多的包裹 宝宝在干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谁不喜欢元宵节那红彤彤的灯笼呢 他忙啊 忙啊 可是仍然还有那么多的灯笼等着他去做 我们的赛普最热心了 他看出了包包的心思 需要帮助 包包这下可真是高兴啊 灯笼不用愁 我又好帮手了 糯米粉怎么没了 这让咪咪怎么做元宵呢 今天这个赛普怎么还没送包过来啊 我这等着糯米粉做元宵呢 原来他在这帮包包做灯笼呢 可是赛普不帮着包包做灯笼 今天晚上的灯笼可就是稀稀拉拉的 不好看呢 有办法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独轮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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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谁来做元宵 一直想做厨师的琪琪 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怎么是你 姜果看到琪琪在餐厅里很惊讶 琪琪在这做饭 那谁来看着商店呢 当然是轮到我将我上场了 我可是一直想管理一下商店 彩带随风舞我来放货物 秀秀香 姜果在这看商店 那广场谁来打扫呢 好吧 我来就由我做一回青道夫吧 赛普和包包做登陆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就这样他们相互帮助各自干着别人的事情 这哪里是糯米粉呢 有趣归有趣 可一切都乱套了 你们继续的真的 公币AD 完 họ 麦 我 啊 啊 啊 包包和赛普出门一看 吓了一跳 他们这是怎么了 你看 他们怎么都在做着别人的事情 是时候了 大家应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你怎么还回来 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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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快 看到了 来画 这就对了 糯米粉到了 元宵即将大功告成 令人期待的元宵节之夜 一切就绪 这个戴着面具 穿着戏袍的是哪一位 变脸表演 现在开始 原来是魔术大巫奇迹 品尝着元宵的美味 大家觉得这元宵节真棒 真是难忘经销啊 江果是多么想得到 不过一个冠军花花 江果当然是转盘子的冠军了 等于市场 温暖 红布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